馬路邊滿滿都是人完全沒在管社交距離 大家搶位擠破頭拿著手機相機 就是想拍下這歷史性時刻 東京奧運自由車公路賽登場 儘管警察在現場管制也沒用 大批人群還是擠在賽道旁圍觀 東京奧運進行到週日又傳出更多選手確診 德國自由車選手蓋希克就傳出篩檢陽性 無法參加男子公路賽 另一名荷蘭的划船選手弗洛林 日賽後篩檢出陽性也必須立刻隔離 只能忍痛棄權 這次奧運有五個新項目 三對三籃球24號登場 美國對上法國 美國第一夫人吉兒 法國總統馬克宏都到場為選手打氣 最後美國女子隊以17比10擊敗法國 Jill Biden was here She's now on her way back to the US But she was taking out the basketball I'm excited to see skateboarding make it's debut I interviewed We're gonna go check out surfing later There's a typhoon approaching in the coming days 另外兩個新項目是滑板和衝浪指示 日本氣象廳預測今年第八號颱風尼伯特 最快27號就要登陸日本本週直撲東京 恐怕也將影響奧運載事 PVB的新聞總和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TVBS 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喔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勢 好